每日更新,但你领略万部高分电影 今天呢,给大家带来的是电影《海地和爷爷》 海地热爱自然和小动物 第一次被姨妈带去找爷爷的时候 看到满山的清脆和山上不知道谁家的牛 便急急忙忙地脱下身上漂亮的厚重的裙子 穿着一件吊带裙在山上撒野地跑了起来 海地似乎天生属于这里 即使出来乍到,即使从未与爷爷见过面 爷爷甚至对于小海地有那么一些些排斥 姨妈把小海地放在爷爷家之后 匆忙逃走 爷爷推开小海地让他快走 小海地仰着脸庞说 可是他也不要我,我没有地方去 深情中有失落和倔强 爷爷突然无声 只是回到房门并且重重地关上 固执的爷爷第一晚没有让小海地进屋子里睡 海地有些失落地去了羊圈睡觉 也许是怜悯,也许是干涸的心被小海地打动 爷爷喜欢上了有海地的日子 将海地送给别人收养的想法也打消了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?